哈利路亚 感谢主 阿们 哈利路亚 虽然跑来跑去 但是你们看还是健康 就是晒了黑 这个晒黑不是服事 是打球 我想跟大家在这里来分享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 但是以前其实 我自己其实也 就说这一段时间再次思想 再次思想再看一些书 我就觉得一些非常重要 非常宝贵的一些 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就不对 我等一下会解释什么不对 为什么我要讲一个不对的 因为其实 第一个就是教会 本身这两个字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以前我不知道到底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现在叫做教会 那到底耶稣讲说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他是不是讲教会 那我在这里先提一下 就是说我发现 其实有很多很多 我们的东西 我们神给我们的 神给守卫教会的 或者是家庭的 或者是我们的国家的 其实被偷取很多 耶稣说 盗贼来 是要什么 偷窃 杀害 毁坏 耶稣说 我来了 要叫人 得生命 并得得得更丰盛 那 我想 还没讲之前 我先来问一下 你自己 曾经被偷过东西的举手 好 放下 好像一半 那一半是你没有被偷过 还是忘记 或者你也度量 反正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也是我的 没有关系 另外你的家 你的家被偷过的举手 好 请放下 我也不少 那 我想在这里真的 我们看到说 其实 今天早上 我忽然起来 当我祷告 我传每一天早上 一个祷告的 一个圣经跟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很深地感觉到 其实我们被偷了非常多 被偷 被杀 被毁掉 整个 所谓的教会 而且 盗贼来 撒旦 他是盗贼 但是他常常 不是 他自己来偷 他透过 透过教会里面 所谓 教会里面 在历史上面 很多 用这样的话说 有头 有脸 有权 有势 一些人把我们 很重要的宝贝 属灵的产业 偷去了 那我很快 先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看到 第一个 其实偷去 很多的是谁 就是祖后三百多年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 对整个教会带来的 我们看见他为了要控制教会 他说他信主 他控制教会 好像给教会表面上好像自由 但是事实上 他在教会里面 偷窃的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 我们庆祝圣诞节 其实 圣诞节 是他那个时候开始 而圣诞节 那一天 12月25号 其实是都被偷天换日的 圣诞节哪一天 不知道 圣经没有记载 他用哪一天 用拜太阳神的那一天 来做圣诞节 我们现在 礼拜天叫做什么 叫做Sunday Sunday 就是拜太阳那一天 当然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不是拜太阳 但是他改过来 把这个时间 就是让人 就是在太阳的那一天来 本来是拜太阳的 好像好意 把它转成说 本来是 12月25号 是太阳神生日那一天 他把它转成是 耶稣生日 好像看起来 但是事实上 这个背后 另外我们也看到 就是教会 本来有 使徒先知 传评 牧师 教师 他说 没有使徒先知 从那一个时候 为什么 因为 他要控制教会 谁比较控制 就是像我们这种牧师 比较听话 控制 但是使徒说 听从神 不听 听从人 不听从神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 佐量 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不能不说 我们看见那是 所以 就从那以后 就整个影响 甚至影响说 没有使徒先知 而我们看见 不只是这样 这个手头 我这样很快再提一下 当然 我最近看 我们看到 这一个 就说 查理曼大帝 教会为什么变成 黑暗的时代 进入黑暗的时代 就是他跟教皇 两个彼此利用 把教会里面的圣洁 把教会里面的神 在教会里面 那一个整个 其实教会变成一个空壳子了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跟教会有关系 直接的 其实是谁呢 就是King James 我们现在读圣经 很多人喜欢这个版本 但是是他翻译圣经的时候 就说 要把这一个 教会 耶稣说 我要建造我的 在磐石上 不是讲 我要建造教会在磐石上 但是 教会 这两个字 好意思好不好 其实没有不好 是他说属神 我要建造一个属神的 在磐石上 但是耶稣讲到 这一个 这个意思 其实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从那以后 一直到现在 就是把那个原文 翻成英文 就是教会 然后翻成我们中文 就是教会 然后让我们慢慢 慢慢慢慢 那我们里面 我们的整个思想里面 想到教会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 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等一下会 大概会有一点的分享 我们有一点分享 另外被偷 教会被偷掉的 就是 我们知道 在1900代 那个时候 在阿苏撒那边 有一个大复兴 但是在那个大复兴的同时 就是有 我们知道 斯可福 这个解经的 同样那个时候出来 但是他出来的 他有 其实很多 他不错的 但是把什么东西偷掉了 就是 他是认为 神迹宗旨论 恩赐神迹宗旨论 在他的里面 然后 这个影响到神学院 所以 在神学院 很长 一段时间 可以说 大概这一百年来 影响神学院 影响很多 侍奉的人 认为说 恩赐 圣灵的恩赐 已经宗旨了 神迹 已经宗旨了 是耶稣的时代 那时候有 但是后来就没了 那我们看见 事实上 那我想 我们今天还没有提到 这个主题里面 就是说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在过去 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断做什么 做恢复的工作 不断让我们再次看见 有一些东西 原来本来是我们的 怎么被躲去了 而我们怎么样再一次 能够进入 那一个神 给我们的产业 给我们个人的产业 或者给我们的家庭的产业 我想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 仇敌透过全世界 我们现在在这里 打这个公投 在打这个仗 其实这个是全世界 仇敌在做一个什么 就是透过一些人 在那里 要把家庭 把婚姻整个毁掉 偷窃 杀害 毁坏 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感谢神 让耶稣来 然后让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 而且能够躲回 那个已经失去的产业 已经失去的产业 所以我们来看 发生 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圣经 就是马太福音16章 耶稣第一次 也可以说是圣经第一次 讲到所谓的教会 但是事实上是 Iglesia 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到了 撒加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 我天上也要释放 好 我们读圣经 我们读到这里 这一次 我第一次就是到 跟牧师师母 我们一起到 就是盖沙利亚 菲律比的境内 那我们去那里 然后看到 什么是阴间的门 什么是 耶稣说 我要把 我要把这个 建造在这磐石上 然后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不能胜过他 那我想我们先来看 这是耶稣第一次 讲到 这一个 我们现在所称的 教会 第一次圣经里面 而整个圣经里面 或者说 从耶稣基督讲之前 从来没有讲过 而后来我们看到 当耶稣基督在这里 其实也是 就是讲了 马太福音十六章 还有十八章 但是 在什么时候讲 在什么地方讲 对什么人讲 我想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少了解一下 是说 其实在当时情况 耶稣出来 带领门徒 出来 传分 在那个时候 其实整个气氛是 整个是 非常不好的气氛 我们看见 整个大环境 也是一个 很不好的环境 那个大环境 我们知道 前面 假如我们看到前面 前面是讲到什么 前面就是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你们要防备什么 防备法利塞人 和撒都该人的校 为什么 那个校是什么 就是教训 那个教训 耶稣在传 但是我们看见 那个法利塞人 还有撒都该人 他们在传 另外一个教训 而且那个教训 像校一样 在那里发校 在那里影响 甚至耶稣 要跟门徒说 你们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校 也会影响 而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以为说 是不是我们忘记带饼 他们现在门徒还在那里 说 我们不要 就是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傻乎乎的 就是 是不是我没有带饼 因为无饼二鱼 所以至少带几个饼 耶稣还可以变饼 给我们吃 但是耶稣不 就是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见 在当时整个情况来说 是一个非常 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 而耶稣在哪里讲 就是在 该撒利亚 菲律比的境内 而这个地方 耶稣不是在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算是不大好 但是 耶路撒冷 算是一个 守卫的 好像是一个 神手拣选 圣殿的地方 耶稣也不是在 加利利 加利利 他成长 整个他工作 重要重点的地方 耶稣却带门徒 到这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是什么 撒加利亚 对不起 该撒利亚 利亚是什么意思 利亚就是奉献 所以这个地方 是奉献给该撒的 而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该撒的庙 就不但有该撒的庙 我们看见 这一张图 我们看见 那不但是有该撒的庙 而且是一个隐乱的 非常隐乱的 非常黑暗的一个 整个一个地方 不但是有庙 而且有阴间的门 对不起 刚刚的 前面那一张 就说 这个就是在那里 是现那个 这个神 他们敬拜一个神 叫做攀神 这个攀神是什么 是头是羊 然后身体 是人的身体 这样的一个 然后它是管什么呢 管下雨的 我们前一段时间缺雨 但是你假如到那一边 你会发现那个缺雨 那个雨的重要 非常需要 所以他们就拜这个神 然后拜这个神 在那里不但献祭 而且甚至把婴孩 在这个地方奉献 所以那个是一个流血 是流无辜人的血 是一个黑暗 是一个非常可怕 一个 那样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 我们看见 是耶稣向谁讲 就是向门徒讲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 彼得 后来他讲对了 但是我们看到 彼得不久 讲对了以后 又讲什么 耶稣后来说 你是撒旦 后来三次不认主 这是门徒 这些门徒 其实 但是耶稣在这里 讲出什么 讲出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看到 所以我想今天 我们一起来思想 到底 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在这里 跟我们谈 跟我们 要让我们知道的 知道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提到 就是说 另外 下面第二个 我们的 这个 这是盖撒利亚 就是奉献 就是盖撒利亚 所有利亚 就是奉献 所以你 比如说 罗马利亚 就是奉献给罗马的 那假如说 什么利亚 就是 所以 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 然后是一个 邪恶引乱的事态 第三 我们看 就是说 阴间的门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一个 刚刚 那个比较 下面 那个是一个 一个奉献 一个祭坛 而这个祭坛 就是拜 那个 头是羊 然后身体 是人的身体 这样的一个偶像 那是管 下雨的 是雨神 他们在那里送 现在这样 是一个非常黑暗 是非常 属灵 隐乱的地方 非常流很多 无辜人的血 有很多无辜人的血 但是 耶稣在这里 就问 开始 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然后你们说我是谁 我们看到 在这里 他们 人说 你是耶利米 你是伊利亚 你是 你是 就是 然后 耶稣就问说 你们说我是谁 那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就说 从人说 人说 人说 他们说的 那些人说 你说你是 施洗约翰 你说你是 耶利米 你说你是 这个伊利亚 不管说什么 好像说的 不是很坏 但是其实 把真理 偷掉了 把 我们看见 有一些 说 很多人 说 说耶稣 我记得 以前有一位 很有学问的 然后 那时候 我还在 校园团企 我还在 正大团企 做辅导 那碰到 有一位 就说 他是一个博士 他就说 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说 我很佩服 耶稣 我研究历史 他是 他的 三年半 整个宗教性 影响 直线上升 他说 假如他是神的儿子 我就不佩服他了 但是 他说 我不认为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伟大的人 因为伟大 而且影响 这样大 所以我们 我们看见 这人说 人说 我们看见 世界很多时候 是人说 人说 耶稣是什么 但是 耶稣要说 你们说 我是谁 那 我们看见 彼得就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耶稣说 这不是你说的 这是什么 不是人指示你的 是天父指示你的 是神给的启示 我想弟兄弟们在这里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关于启示这一方面 我们看到 其实教会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 也是很多偷窃杀害毁坏 包含圣经 在圣经里面 非常宝贵 非常重要的真理 但是事实上 其实也是 常常不知不觉 用透过很多 诡诈的方式 把里面很多 重要的真理 偷去了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就是 我们看见 另外 是圣经 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神的话 而我们必须要 能够更多明白 我们也求主 赐给我们智慧 和启示的灵 赐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能够明白 圣经真正的意义 不但明白 而且进入圣经 耶稣说 只等圣灵来 祂要让你们 想起我所说的话 让你们进入 能够明白真理 能够进入真理 但是我们看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 圣经里面 非常多宝贵的 属灵的产业 其实我们 不知不觉 道觉 其实把我们偷去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偷去 认为说 除了圣经以外 神没有启示 神现在不会 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 只有在圣经 你现在 我们不能 就说好像在圣经以外 可以再听见 神的声音 我想在这里 我们要沉浸一下 圣经是神的启示 而且启示 已经不会有 另外可以在 就是说 不能有人说 我领受此启示 现在要写出来 比在圣经以外 再写出一个 另外的经 就是作为圣经的 这样的经文 没有 不可以 但是另外一个 仇敌的欺骗 毁坏是什么 就是现在神 已经没有在启示了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整个我们的背景 就是说我自己 我的教会的背景 我觉得我现在 所以当我们慢慢说 我们要来聆听神 比如说当我们为了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来聆听神 到底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启示 或者有一些什么话 但是 或者看见什么 或者听见什么 在大概三十年前 那时候香港有一个叫 这个Jackie Pullinger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做戒毒的工作 他来台湾 他那时候来训练 我们能够对于神的启示 能够学习来聆听 他讲了几天 讲完了 他就希望我们能够操练 操练说 他说谁 你听见什么 然后你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图像 然后他问说 周牧师 你看见什么 我说最好多看圣经 因为我看不见什么 我说实话 一直到现在我很难 因为我从小的背景 就叫做不要乱看 就是看圣经 你看 神不可能让你再看到什么 除了摩西看到什么 彼得看到什么 或者是其他圣经里面看到什么 你不会看到什么的 但我觉得 我在这里说 其实这是偷窃杀害毁坏 当然有一种 他认为他看见的比圣经更危险 我们所看见的要合乎圣经 我们所听见的要合乎圣经 圣经来作为我们是不是真正看见对的 或者是有 所以我们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是什么 凡事要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里 但是我们感觉在这里 耶稣基督问说 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彼得说 你是基督永存神的 是谁说的 是人说的 不是 是彼得说的 也不是 是神对他说的 而神对他说 透过他说出来 所以耶稣说你是有福的 所以在这里 我想在这里 对于教会的里面 我们求主说 主求你来 再次恢复你自己启示 让我们真正认识神 让我们透过你的启示 认识基督 让我们透过你的启示 认识圣灵 让我们透过你的启示 让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认识整个所谓的教会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相信是神在这些日子 他在做恢复的工作 把被躲去了 把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的 他要再一次重新躲回来 我们才能够真正怎么样 能够知道怎么样建造守卫 我觉得我们知道 到底好了 到底这个 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好 我想我们看 就下面提到 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再来提这个 是不是 耶稣说我还告诉你 耶稣还要启示 启示什么 就是启示 这个 Iglatia 这个字的意思是 就说 是当时 已经有的 其实不是 我们知道当时 跟教会比较有关系的是什么 是圣殿 跟守卫 跟守卫教会比较有关系的是什么 是会堂 但是耶稣当时有没有圣殿 有圣殿 他洁净圣殿 当时有没有会堂 有会堂 耶稣进入会堂 拿起圣经来 讲以赛亚书第61章 但是他不是说我要建造 他洁净圣殿 但是他在这里 他没有说我要建造圣殿 他进入会堂 在那里做教导 他没有说我要建造会堂 使他成为更好的会堂 或者讲更完整的圣经的话 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讲说 我要建造这个 就是Iglatia 这个是什么 是当时有存在 是一个一般的 假如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是 比如说台北市议会 就是是一个治理的 是一个影响城市的 不是好像就是一个会堂 或者一个聚会的地方 他说我要建造这个 而这个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它 而其实可以说什么 这个是什么 就是人 就是一群人 真正让神在他们的里面 让圣灵在他们的里面 以至于这些人能够带来 不只是看见人的改变 看见家庭的改变 看见城市的改变 看见国家的改变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 这个是整个这一个 真正的一个意义 而我们 所以现在有人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教会 我们一般来说是教会 但是另外有一个教会 他们叫神召会 那另外有一个教会 叫做召会 那其实就是比较是说 主要讲说 因为我们想到教会 就想到一个礼拜堂 我们想到教会 就是想到好像有讲台 然后有一个 整个我们对教会的一个印象 就是一个建筑物 但是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是一群人 这一群人是让圣灵 在他们的里面 而且让基督做主 而且这一些人会带来 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在怎么样黑暗 整个黑暗的环境 在怎么样的 就是在那里 敬拜那个庙宇 该撒利亚 就在那个最不好 最不好的环境 最恶劣的环境中间 要在那里为主做见证 而且是一个得胜的见证 得胜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 我觉得 其实我这本书 我看一半 我还没看完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相信神 在这些日子 要让我们再次看见 我们感谢主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让我们看到 慢慢慢慢慢慢 整个我们再次恢复 恢复说是 神不但说话 透过圣经对我们说 神也透过圣灵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能够寻求神的话 另外一方面 神也在恢复 让我们看见说 是在他的教会 招会里面 神所设立的 有五重执事 而我们建造的 不只是一般这样的教会 而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而这种教会 而且能够使徒忠心 我觉得感谢神 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慢慢慢慢 让教会再一点一点一点的 被偷去了 被躲去了 慢慢慢慢 能够躲回 慢慢看见 神在这里来 在我们中间来工作 来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 耶稣 他就还告诉他们 然后耶稣又告诉彼得说 你是彼得 你是彼得 那我们知道 本来他的名字是什么 是西门 西门是什么 西门好像是 我印象好像是鸟 然后飞 或者是 鲁尾 好像是鲁尾 就说是 对 就说是 但是耶稣说什么 你是彼得 彼得是什么 彼得是石头 彼得是石头 然后耶稣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那到底这个磐石 是彼得呢 还是耶稣 那我们看见 这个天主教认为 彼得是第一个教宗 所以他是磐石 是建议在 那我想这个事情 可能我 但是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 耶稣说 你是西门 你西门 但是你要叫彼得 你不要再做 好像芦苇 没有什么立场 就是人说什么 你就说 你是磐石 你是 然后不但磐石 这个石头 彼得后来说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活石 我们不是 不只是石头 石的石头 我们不是化石 我们是活石 什么是化石 化石就是 生命成长的 就不会再长的 但是我们是活石 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 然后在这里 我们看见是 我们再把那个地 就是说 有一个阴间的门 上面一个磐石 那一张图像 我们再回 在前面 对对 这一张 我不知道 在这里 我们耶稣讲到 就是在那个地方 讲到 我们原音牧师 他是我们现在 他倒了 现在坐倒 在那边坐倒以后 他就提到说 这个就是 耶稣在那里 当时讲的 因为在这里 是一个祭坛 就是那个攀神的 一个祭坛 羽神的祭坛 然后透过这个 耶稣在这里 这整个是磐石 很大的磐石 那耶稣在这里 是说 是 因间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因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因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而且他是 一个德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看见说 我们相信 神要建立我们 让我们建立 而且 不管黑暗的 权势有多大 不管偶像的权势 有多大 不管城市 有多黑暗 不管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公司的里面 有多少的一些问题 但是神要让我们 在各地 为他做见证 而且 因间的权柄 因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而我们能够倚靠神 能够得胜 阿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看见说 神要透过 我们教会 或者说 召会 或者这一个 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所带来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 而 他说 你是彼得 是 本来 我们是 他是西门 但是你是彼得 而彼得 是一个石头 但是 耶稣后来 让他说 你已经 以及 我基督 同天 十字架 现在活的 不再是你彼得 不再是你小小的石头 是我在你的里面活 我这个磐石 在你的里面活 所以说建造教会 是在耶稣这个磐石 还是在彼得 或者是在门徒那些 其实 当那一些人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约翰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不再是我雅各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不再是我保罗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那一些石头 那一些本来 就我们看见 那个石头成为活石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成为一个很大的磐石 而在那里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会看见 能够带来一个得胜 带来得胜 那我想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也分享 就是说 有些时候 第一个 我们会觉得 我们知道彼得 后来紧接着 马上就出问题了 你是彼得 但是马上隔了几节圣经 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 因为耶稣就说 我要被卖 我要被钉死 然后彼得就拉住他 千万不能临到你 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 后来他三次不认出 我提这个就是我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是谁 耶稣是谁 而我们是谁 是 假如我是西门 我是一个像 我是软弱的 我是 然后有时候我们 一直觉得 我们的问题 我们骄傲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过度的谦卑 过度谦卑 那个其实不是谦卑 就是骄傲 过度认为说 有一些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不行 我不是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都不行 我什么 我们就是自我贬义认为 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 什么 我们要做小组 要小组长 我们不行 要把我们的敬拜团 但我不行 要为人祷告医治 我不行 我自己自身难保 不行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 我不行 我虽然感谢主 我爸爸给我取名字 这个名字 周神祝 神祝 但是其实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老师说 神祝不如人祝 人祝不如自祝 以你共勉 因为他看见我叫神祝 但是也没有神祝 他们又品心 学业都不好 然后你神祝不如人祝 人帮助你 你要人的帮助 那人祝不如自祝 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但是以你共勉 但是现在欧牧师常常讲到说 哎呀 为什么他不是要欧神祝 我提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很有自卑感 我在家里自卑感 在那时候在教会 不是基督徒 是糊里糊涂 都一直在家 但是很有自卑感 我一定要讲这个 讲不完的 或者在政大读书那时候 也很有自卑感 我那时候 就是立志为善 有的我行出来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居士来生 我那时候很想到南桥自杀 我就觉得 然后坐船到人 不行 然后要建立教 感觉 灵当堂 我不行 灵当堂更不行 我觉得教会 我有问题 灵当堂的问题更多 那时候大概 我刚刚来灵当堂的时候 那时候灵当堂两百多人 问题大概四百多个 但是 我主要要提 就是说 耶稣在这里 彼得你不行 西门 但是你是彼得 彼得你也不行 但是我在你的里面 不是你活 我在你的里面活 我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我要把权柄给你 不是你的权柄 是我的权柄 而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它 我们看到 彼得 同样的彼得 但是不一样 耶稣升天以后 他们把耶路撒冷 翻转过来了 我们看到 在安提亚 他们把安提亚 翻转过来了 他们到以福所 我们看见 那是什么 那是Eichnusia 不是建造教 守卫我们的教会 好像一个礼拜堂 然后一群人聚会 整个影响 整个城市 是谁呢 就是这些 看起来真的是 软弱的人 我想提这个 就是鼓励我们大家 我们不要 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们要定睛在 耶稣身上 我们不要一直看 我 我 我不行 看见整个环境 环境非常的恶劣 非常可怕 我们 我不知道 以前 那个 我们彰化 彰化灵粱堂 那时候 黄一诚牧师在那里 然后他就 去的时候 我去 看见他 很忧愁 很 他说 我们 在彰化灵粱堂 我们不管在哪里 我们在彰化 在家里 在哪里 一打开就看到什么 大火 什么地方 只要 不管在哪里 就看见 就是那个大火 他说 那个黑暗的权势很大 我们要在这里 教会 建立教会 很难 我们传福音 很难 我们都是很难 但是现在 我们去那里 跟同工谈 他们 不讲那个佛像 都讲 我们要建立教会 我们建立分堂 我们彰化 每一间教会 每一个乡城 都要建立教会 然后 恢复主席的故乡 他说 田中是我主席的故乡 他们主席的故乡 现在田中也有灵粱堂 然后我生在民间 民间也有灵粱堂 民间一百多年 没有教会 除了我生下来 那个 一个村里面 一个教会 没有再有教会 但是现在 我提到就是 那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在 木扎 以前我也有 木扎这里 黑暗的权势很大 木扎 大教会 好像都不在 木扎 大教会 都是在 新生南路 好像那个 是宗教街 好像那是 比较光一点 那边 阴间的门 比较小一点 那这边 阴间的门 很大 所有在台北市 阴间的门 比较大的 那些大庙的附近 都没有大教会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神不再一样了 阿们 我们要胜过 阴间的门 神给我们 得胜的权柄 我们不只是 几个人 好像在这里 但是有神 与我们同在 阿们 有耶稣基督的 权柄在我们的里面 阴间的门 不能 权柄 不能胜过他 因为 我们 不是建造 耶稣不是说 我要建造圣殿 我要建造会堂 耶稣说 我要建造 Iglacia 他会带来 这两三个人在那里 有我的同在 要翻转 那个公司 这本书里面讲到 几个城市 被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 不是以前的城市 是现在 有一些人 在那里 整个 那个非常黑暗的 一个 里面 那一个 本来一个 在菲律宾 有一个 那个旅馆 那个Motel 那个Motel 里面工作 他连锁了 有 一千两百个工作人员 然后 他们 有 那个 几千个 是妓女 就是在那里 坐那些 但是 后来 那个信主 他信主 以后两三个人 整个完全 翻转过来 整个公司 翻转过来 整个城市 翻转过来 所以 我想在这里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相信 神 能够在我们的里面 来工作 最后 最后第四个 就是 耶稣说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 给你 我们感谢主 神 不但是 给我们 让我们 看见 我们 不管 我们是谁 但是 耶稣基督 要在我们的里面 他要给我们 权柄 他要给我们 恩赐 他要与我们 同在 不但这样 他要给我们 天国的钥匙 而天国的钥匙 耶稣说 你在地上捆绑的 天上要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 天上要释放 而我们 看见 后来 我们看到 这个 得到了 这个钥匙 有时候我们 我不知道 有时候 你有没有碰过 你找不到钥匙 那个房子是你的 但是你没有钥匙 里面 所有的产业在里面 但是你没有钥匙 你没有办法 汽车 是你我的汽车 但是找不到钥匙 汽车没有办法开 但是耶稣说 我不但与你同在 我不但把属灵的产业 各样的丰富给你 而且把钥匙给你 而这个钥匙 不但要开 你自己 开门 而且要把那个 关掉的 要把它开 而且 那个不能关的 那个 这个钥匙 天上 地上 所捆绑的 天上要捆绑 其实是天上 不是我们影响天上 是天上本来要捆绑 那个黑暗的权势 本来要捆绑 然后我们地上说 好 我捆绑 然后我们捆绑的时候 天上的捆绑 就看见 天上跟地上 一起带来 我们在地上时候 释放的 不是我们地上 不是天上不释放 而我们地上来释放 很多人要释放 其实天上要释放它 但是找不到地上 我们愿意释放 找不到我们愿意 拿起钥匙来释放它 所以 但是当我们知道 天上要释放 所以我们拿起那个钥匙 然后来释放 一做医治释放的工作 我们看见释放就成就了 求主来释恩 我相信 我们看见 求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恢复 恢复这个信心 相信神能够做 相信神能够 当我们两三个人 在社区的里面 当我们两三个人 在学校的里面 当我们两三个人 我们在整个 我们在木杂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就要看见 这个地方要转化 Amen 这个地方要改变 这个城市 台北要改变 台湾要改变 西海岸要改变 因为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采荡 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我们就能够成就 所以求主 使恩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感谢主 我们所信的 不是施雪安 不是以赛亚 不是以利亚 不是先知的一位 也不是一个伟大的 我们所信的 乃至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们感谢神 神要把启示 再次恢复在我们中间 我不知道你 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 你觉得你读圣经 还可以有一些领受 但是你很难 你跟我一样 非常难去聆听神的声音 在这里我奉主的名说 神心天要打开你的耳朵 要打开你的眼睛 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祂要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 我相信神既然 把建造祂国度的使命给我们 祂就会把全面给我们 阴间的门算什么 仇敌算什么 在这里的庙宇 盘踞在这里很久 但是这些算什么 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更大 除去我们的恐惧 把信心勇敢赐给我们 这个钥匙不但是要给彼得 彼得代表 我们信的人 领受 那一个天国的钥匙 但是这个钥匙也是要给我们每一位 以至于我们 不是在那里等别人开钥匙 我们能够 过去很多不能开的 我们要奉主的名把它打开 过去不能关的 我们也依靠主给我们的天国的钥匙 要把它关起来 我们要宣告 我们不再一样 我相信 木扎灵阳堂不再一样 我相信木扎不再一样 我相信台北会不再一样 当我们真正有真正对的启示 真正认识那一个权柄 天上地上的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 而那个权柄要成为我们的后盾 求主来施恩 我们感谢主 主啊来到的面前谢谢你 求你来再一次 把这样的启示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 不是人说的 是天父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真正认识 也让我们更一步一步地 更深地进入这样的经历 主求你除去我们过度的那种自卑感 或者是过度所谓的谦卑 让我们知道 你透过彼得 这一个会三次不认你 甚至会成为撒旦的工具的人 但是你却大大的使用他 所以主我相信 你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你的手中 要被你来使用 主耶稣我们就仰望你 求你来施恩 谢谢你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阿们 ؤ 感谢让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我们用我们最后这首歌 尾声之歌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诗歌献给神 然后尾声在刚才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 把我们自己生命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所在的地区 家庭 职场 我们都向神敞开 上帝要把权柄赐给我们 我们来这首歌来回应 我的心为你歌唱 我的力 因你刚强 你的爱 在我里面酝酿 在我在世上灼光 我愿意 为你摆上 我愿意 尊你为王 请教我 提提你的心肠 众心持手 直接勇往 将我的眼光 平静在你的身上 即使我在尽头海浪之中 仍有心心的意义 将我的眼光 将我的眼光 平静在你的身上 即使我在尽头海浪之中 即使我在尽头海浪之中 将我的眼光 平静在你的身上 将我的眼光 平静在你的身上 就是本来我们在暑假的这个营会 青年牧区的这个儿童的报名 上面一直觉得 还不知道怎么遭到人 邀请的工作 但是我们有一位姐妹在学校 活小的家长会 她做副家长 副会长 那她就 她就是在那个 透过这样子来就发那个邀请单 结果大家 就很多家长就回应 就居然一两天就报名 就都满了 两个营会都全满了 她就说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上帝让我做副家长会长了 因为她说当时她那天不在 她老公帮她答应要当副家长会长 她本来有点惊讶 可是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要上帝让她做副家长会长 那我们丰润姐讲到 牧藏国中现在也需要一个秘书长 家长协会的秘书长 然后她也鼓励在更多的家长 可以投入到我们附近的学校里面 那这些我想上帝其实给我们很多机会 所以我们不管你现在在金融界 你现在是法政界 你现在在校园里面做教育工作 我想上帝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哈孤召教会不是在一个建筑里面 其实他就是裁判我们在各个职场里面 来成为那个拿到上帝钥匙 开了没有人关 关了没有人开的权柄 好不好我们现在祷告 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职场 我们在当中有的做老师 有的你在金融商业界 你就在艺术媒体 你就在法政 那我们求主高模我们 高模我们或是我们在家庭里面 做家庭主妇 我们在做社系统的工作 我们求主把那个权柄 把那个钥匙 天国的钥匙 我们在信心中领受 在信心中领受 好不好 这时候你就在信心中领受 上帝给你的天国的钥匙 那个是胜过硬间的钥匙 好 我们就在祷告 在领受中我们来祷告 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的领域来祷告 阿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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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哈利路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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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祢来帮助我们 主啊祢来帮助我们 祝我们各人所 主是的 主啊 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主啊 救救 救能够 主是的祢使用我们在公司 在重要的位置 主啊 在金融界 主啊 在各样的一个地方 主啊 祢让我们在那个地方 主啊 就带着祢给我们的 天国的钥匙 主啊 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啊 所开的门 天上所要做的 当我们感受到神的心意的时候 主是的 同我们 谢谢主赞美祢 哈利路亚 主赞美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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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时候就在信心中 把这个钥匙领受抓在你的手上 然后奉主的名祷告 天父 谢谢祢 求祢开通我们每一个 祢设立我们 量我们在各个职场 各个领域里面的同工 我们的弟兄姐妹 设立在那个地方 祢恩高我们 叫我们的心 常常可以体会到天父 祢要释放的 祢所要开启的 那个关键的门 那个机会的门 那个福音的门 当我们领受天父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奉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 拿那个天国的钥匙 把那道门打开来 主啊 我相信祢这个时候 已经赐给我们 那一个职场上的门 那一个领域的门 主啊 祢把这个钥匙 赐给我们弟兄姐妹 好叫我们在那个地方 可以成为祢的出口 我们奉祢的名祷告 祢的同在就设立在那个地方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因为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得着天上的权柄 谢谢主 求祢赐给我们一个刚强勇敢的心 无论在哪个地方 为祢成为见证 成为祢旨意的出口 我们要成为祢旨意的出口 翻转这个城市 主啊 求祢高摩整个木杂林娘堂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摸着祢的心意 行出祢的旨意 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 谢谢主 听孩子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我们要请周牧师 来为我们整个木杂林娘来祝福 主来到祢面前我们谢谢祢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祢不但是我们的神 祢是启示的神 不但是启示的神 祢也把启示赐给我们 主啊 不但启示给我们 也把权柄给我们 也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 主让我们现在今天在这里 用信心来领受 领受祢的启示 领受祢的权柄 也领受天国的钥匙 好让我们能够在各行各业 为祢做荣耀的见证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